嘉义县名雄乡昨天发生害人断头命案有经账手册 40次赖庆男子在家中遇事迟到自杀 45岁包姐见解倒下在齿瑞丽切菜刀割下姐姐头颅 检察官考量被告所犯为杀人重罪且精神状况不稳定 不予积压恐造成其他危害 并能进行追溯及审判向法院生涯获准 嘉义地检署检察官陈泽民今天协同法医杨婉林到嘉义事例病医馆相验 初步发现死者头颅和身体是分开的 死者左胸颈部右肩等处至少身重11刀将则日解剖 赖男犯案后被警方带回 他要求律师到场也要求提审 警方只好把他送到法院 前晚院方裁定警方逮捕程序合法 不回提审 赖男拒绝夜间真讯 今天才制作笔录 这起人伦悲剧引起地方瞩目 赖男有法服律师协助辩护 犯案动机还带进一步查明 嘉义地检署主任检察官林俊良表示 承办检察官陈泽民考量被告所犯为杀人重罪 且精神状况不稳定不予积压恐造成其他危害 并能进行追溯及审判 向法院生涯获准 记者王慧英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